早上醒来之后 我突然间想起了一件事情 从巨人岛带来的六只小野猪 好像还在箱子里面关着 我得赶紧把它们放出来 再憋一会儿恐怕就没命了 快 出来吧 也不知道这些小家伙 能不能适应鬼连岛的生存环境 这里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生机了 希望小野猪可以改善一下生态 茁壮地成长下去 有喝 跑得还挺快 并没有出现任何不适应的状态 龟连岛已经被M78行为人 搞得一塌糊涂 作为我荒岛求生的根据地 这是一种耻辱 所以今天我打算 简单地修复一下 尤其是睡觉的地方 已经破败得不像样子了 说出去我都怕被人笑话 抓紧时间修复 把篝火熄灭 机座下面不能留一点东西 这张床也拖走 破碎的铁板还可以使用 来 开干 继续 后面还有 现在已经恢复如初 睡觉的地方也算是安置好了 把这张桌子放下来 就不用了 看你末采了 那你会 viendo 在睡觉 就不用了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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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是中午的11点多 是时候准备点食物了 早 去附近的海域里面抓点鱼 鬼连岛大门也被破坏的不成样子 先修复一下吧 这些可是保护鬼连岛最好的屏障 OK 全部完成 现在我在想一个问题 M78行人为什么没有把海王号偷走 而是跨越那么远的距离 去偷那艘小浪号 我感觉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蹊跷 或许是海王号的问题 先不管这些了 抓点鱼吃 哦 鬼连岛附近的海域越来越清澈了 现在的鱼群种类日益增多 这其实是一个好消息 距离我理想环境越来越接近 快上去 憋死我了 那是个什么东西 看样子还如此巨大 那不是一只眼睛吗 好像还是大王乌贼的眼睛 距离我大概有20多米远 我天 这也太大了 一只眼睛就可以达到如此体积 那他的身体该有多么庞大 可是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离开的时候绝对没有见过 那会不会是M78行人搞的鬼 可是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证明自己的实力 然后恐吓我 不对不对 没道理 如果M78真有这实力 完全用不着恐吓 直接就可以把我干掉 这事我得问一下U40 或许他知道 U40U40 我已经抵达鬼连岛 你先出来一下呗 很好 M78现在已经逃走了吧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鬼连岛应该被他折腾得不轻 是的 你怎么知道的 M78行人人 在宇宙里面的名气相当丑 搞破坏 他们是专业的 原来是这样啊 我这次找你出来 其实是有一个疑惑 什么疑惑 你说 你看 就是我眼前的这个东西 如此大的一只眼睛 好像跟我之前遇见的大王乌贼一样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鬼连岛 嗯 不对 这手法 怎么跟我的很相似 很明显是一种大型生物 而地球上 不可能会有如此巨大的生物 有可能也是吃了 类似于放大药水一样的东西 难道说M78那小子 也学会炼制放大药水了 我天 那岂不是更难对付 坏了 我好像知道为什么最后一部分钻石 迟迟找不到 应该是M78行云人偷走 炼制放大药水去了 那他为何把生物变大 又要杀死呢 这就不太清楚了 地球人 你一定要小心 我刚刚感应到 M78现在正在其他岛屿搞破坏 他行动诡异很难捉捕 并且随时有可能再杀过来 你一定要做好鬼连岛的防御措施 并且提醒你的兄弟小浪 让他也小心一点 我接下来会全天候地感应M78的位置 你等我的消息 好 我知道了 M78行云人 事到临头 我才知道你竟然如此阴险狡诈 先把这些欲切割 我先把这些欲切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